很好吃耶 我沒有吃過這種東西耶 現在吃麻醬麵 超愛吃鹽的 好吃喔 我覺得非常的好喝 然後它有一個蜜香 前面沒有吃過多東西 我會覺得它更正 喔 好吃喔 還可以注明妳要恰恰喔 再一個肉粽 嘿大家 我們今天呢又出城了 上個禮拜修了一個禮拜的教 我們都沒有拍片 然後就想說要重啟 我們的外景之旅的話要去哪 所以我們就想到了台中這個地方 但是台中這個地方我就想說 不要再去市區啊 之類的那些地方 所以我這次就挑了一個豐原 然後我就自以為大家都沒來過 但是剛剛問了一下 其實大家好像都有來過 對 所以現在要立刻下去吃 屯比昨天跟我許願他想吃的東西叫做 蘿蔔糕 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財神 燕麥森林的燕麥棒 燕麥森林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燕麥王國 之前我們好市多開箱的時候 小劉有吃過他們散裝的那個燕麥 這個很好吃耶 對對對 妳吃到忘我一直沒有要拍片的那個 帶走我沒給我帶走 妳有帶走 他們家的燕麥呢 是採用澳洲全古燕麥 燕麥森林家的燕麥棒 非常的有名 主打不甜酥脆 是妳健康吃燕麥的入門款 不會太甜 也不會過於健康不好吃 嘟嘟好 口味超多 有伯爵奶茶 巧克力風味 蔓越莓紫薯 杏仁芝麻 海鹽厚巧克力 這次推出了兩個新款 是玄米抹茶以及莓果莓果 每個口味都會搭配很多 不同的異國食材 像這個就有什麼 鹿兒島的抹茶粉 美國蔓越莓 它口感非常紮實 這個真的吃一條就飽 因為平常我吃一般燕麥 我會當零食 妳會一直把它吃掉對不對 吃很多 它這樣一根拿的時候 就不會髒到別人 因為我們有時候可能手抓 或者是用湯匙 可能會有一些髒東西沾到它 不含膳食纖維 吃了之後 它明天就會幫我順暢到一個不行 下方留言希望 我們下次去哪裡拍小吃 哪一個城市的話 妳就有機會可以抽中財審 這次提供的 二兩盒燕麥棒 喜歡吃燕麥棒的話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現在來到的第一家叫做 風中炒麵五十年老店 它有賣炒麵跟蘿蔔糕 兩個主食 然後湯類就是一大缸 裡面有油豆腐 腸子 竹血 各類 就是妳可以挑綜合或單點都OK 這種炒麵呢 這是我本人最討厭的 夾炒麵然後淋肉燥 我覺得是我們有在忽略它 因為台中人真的很愛吃 喔 它又跟我印象中外面那種 已經弄好躺在那邊 給人家夾的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有淋一些 這樣是不是辣 因為它可以選要加辣 是台中人就是多淋的醬 我覺得它有點甜辣醬 但是它的辣是還蠻明顯的 它的尾巴會串出來 哇 目測它滿足了 王藥的外面的酥脆 然後可能也滿足了你們要裡面的軟感 它還可以注明 你要恰恰喔 喔 這不是它最恰的狀態喔 什麼叫可以注明 它是沒有說 就是你 它說你如果要恰的話 你要寫恰恰 它是用恰恰嗎 它用恰恰 你說老闆我還要恰恰 結果你寫恰恰 然後老闆你會出來跳一段給你看 你要加這樣嗎 欸 很好吃欸 就我們現在這個等級 已經是外面你吃得到那個焦脆口感 然後裡面軟到欸 欸 好燙 我覺得很好吃啊 可是我本人真的不愛炒麵 你說Even是熱炒店的炒麵嗎 對 我也還好 然後我們這種的我就更恨 朱剛有幫那個 臀筆很貼心的 記得它的需求 就是不要香菜 因為它說 這邊全部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會加香菜 我現在要那個 沾它這個辣醬油 如何 好吃死 好辣喔 憐憐的 一定是有這個 嘿嘿嘿 真的不要動欸 哇 好辣喔 我只沾一點點欸 真的好辣喔 我要沾 跟我一樣辣嗎 對 你給我辣 你輸了 好辣 好好吃喔 而且它中間會突然消失 然後你就會想說 其實沒有那麼辣 然後它就全都 嚇死你 是不是沒有戒心了 就出來了 我剛賣上方它真的好辣 它是真的猛辣的那一種 它的湯是 鹹菜味很出來的 因為有些就是鹹菜最後給你放一下 但是它是一起有下去滾的 然後它的腸是 超肥 超肥 它是大腸 對 很爽 它的湯每個都是同個基底 然後你知道 這個蘿蔔糕 我如果是苗栗人 我可以來豐原食 它是一個可以特地來吃 你要不要對面 對面有在出豬 你可以租下來 這個很好吃 它的湯 我都很喜歡 因為料都給很大塊 那個豬血超大塊 就是外面的兩到三倍 它乾臉也都切超厚 我們真的是一群很討厭 被切很薄的那一種 就是很像在吃一盤乾臉肉的那個餐廳 去吃台中第二市場會生氣的人 就是要來吃這家 因為我們之前拍的那一家 一直被罵說 那個都沒有見到恰恰 就來吃這家 因為這家恰到你 抓不住的恰 就是你這一種 啊 沒有啦 它是你耶 可以很恰 也可以溫柔 我剛剛說 我沒有補過辣椒辣 那是辣 我們在講蘿蔔糕糕了 我要又恰又辣 拉拉拉 又恰 黑恰拉拉 你 我也是有些義男梗的喔 現在來到豐原蹲腳米苔木 然後這家 我一看到他們的名字呢 我就想說 我們團隊裡面有一個米伯 來 是什麼 是米的阿伯嗎 是米國伯伯大食 哈哈哈哈 吃了米苔木 突然是伯伯的大食 想來的原因 其實我不大吃米苔木 但是它有一些炸物 跟大家報告一下 本團體的所有團員們呢 對米苔木都是一如所知 就是米苔木的世界 是非常奧妙的 你是不是來打輸的 那沒有一本你最近 為他炸出來一個 米苔木拳擊 來 趕快把芹菜吃掉 喔 好 不要看到它的存在 米苔木配那個脆的花生 有一個很神秘的口感 米苔木呢 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專門給甜的冰的 一種是專門給鹹的那種 但是有些米苔木店 也會把甜的拿來用成小的 不行 那我覺得不行 但是鹹的那種 又不能拿來做甜的 所以我覺得甜鹹那要分流嗎 我剛剛吃甜的 它比一般的米苔木 再厚實一點 甜的是不是它會比較粗一點 比較粗 然後會再脆一點點 它的脆度還蠻剛好 還是有軟度 其實這個也不是我心中 100分的鹹米苔木 不夠粗 有一種很粗的 我知道有點像殘寶寶 對對對 好好吃喔那種東西 好好吃喔 不粗你還是可以喜歡 對啊對啊 你在講米苔木 還是在講什麼 喔我在講米苔木啊 忘記也是 喔那個麥瑟很香耶 我們上次去吃 越南料理的那個算殘寶寶嗎 文山區有一家米苔木 就是它對不對 那一間的米苔木 就是我們說的那一種 就是100分的米苔木 它地瓜弄得好像碰壁喔 它裡面好像軟 厚度偏薄的地瓜 喔那個韭菜捲好好吃喔 韭菜味超夠的 這個小的 可能會吃韭菜盒子喔 欸這個是什麼 是米糕 喔 嗯 它是甜的 好價 喔這個好好吃喔 劉米會愛那個米好軟爛喔 它不夠甜 但是就是帶甜的味 好好吃喔 覺得很讚喔 看起來很讚 嗯 我覺得它炸的好吃 肉爹的巴是有一點酒香味的 欸這間的季櫃的東西都很好吃 麻醬麵 真的要吃麻醬麵嗎 沒有人回憶 他當 欸那個 你不是吃麻醬麵了 我覺得好像跟這團體 有點冒合神禮咧 怎麼辦 它的麻醬不鹹 對我來講會是比較像是 欸 在素食餐廳吃到的麻醬 對 它有素味 我開疑他們家是不是 是一片素食 因為它有賣素的粥 嗯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紅皮紅泥不愛的 不愛的 剛清修出來就說 我要吃麻醬麵 八茶喔 八茶喔 一茶一茶 不是 你講得出整句嗎 一茶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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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剛剛不是挑戰一直要講 異南少華的人嗎 對啊 我覺得我可以79979欸 那你可以0809嗎 0806 449 0 0806 0809 各位這是我們家第一次來吃牛肉麵店 因為我們有人不吃牛肉 所以我們基本上很少會去碰牛肉麵店 然後這家是 有人跟我說它的麻辣滷味很好吃 然後叫我一定要來牛三寶加豬耳朵四寶 這個是蘿蔔欸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態的東西了 它是 菸蘿蔔 很好吃欸 我沒有吃過這種東西欸 而且甜甜的 它是本身就是菸的蘿蔔 然後下去刨成絲之後 再加那個辣油的醬 頭髮搭配得很好 而且這個絲狀就是 清爽 因為有時候那個太大塊 你會咬得有點累 覺得很好吃 這家難怪生意這麼好 你要吃豆腐嗎 這叫做什麼 欸 不會辣欸 不會辣 因為它看起來 那個醬看起來超辣的 結果整人節目 我沒有整理 沒有 沒有 很厲害 它這個小魯也很好吃欸 沒有豬耳朵 在這裡 啊 豬耳朵好好吃喔 我現在眼前這一碗叫做麻辣燙粉 我只要看到粉這個字 我就會心裡都會很癢 我就問他說 老闆這燙粉是什麼粉 他說這冬粉啊 結果根本不只是冬粉 是寬冬粉 根本都好吃欸 這是誰 牛筋嗎 牛筋超好吃 我這一整家 我都好喜歡喔 因為它的肉感好大塊 然後又柴 它辣的恰到好吃 我覺得 這個粉沒有我想的口味那麼重 我要吃超少 那個餛飩好吃 我現在真的還是很想認識它的麻辣感面 你願意給我吃個機會嗎 我們吃不完 點了吃不完 我覺得它這兩個切盤都非常非常好吃 就是它的那個辣呢 都很提味 就沒有真的辣到你完全就是吃不了 新鮮程度也很好 然後它的豆干豆味非常濃 辣蓋不住的豆味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這家店在家附近也是會一直來吃 我會萌點 附近的房子一定賣得起 我會買廠房啊 哇 它那個八套房 101一碗 你們要吃吃看麻辣燙粉嗎 我們有在米粉耶 我也適合去賣廠當那個腿銷 而且我是請的會請的 對啊 它會被客訴好不好 它會那個啊 就是喜歡它的客人會很喜歡 但是恨的就會很多 然後它就會一直被客訴 然後它會去跟那些喜歡它的客人說 我昨天又被客訴 然後那些人就會說 你那麼好 怎麼可能被客訴 然後它就說 對啊 你們都知道 對啊 重複排很多次你會給它嗎 你是不是又排很多次了 你是不是要追我 這一次先給你喔 不能再這樣一直排囉 然後如果是一些阿姨就會說 哎呦 我們這只能試試一次 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了GIN咖啡 然後這家是有人偷告給我說 它的吐司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們一來了之後 其實第一個被吸引的是 鹽可頌 它是一家樓下 就是你可以單點吐司啊 麵包離開的店 然後它樓上有60個 精緻的位置可以做 老闆說的 我們來吃可頌 嗯 我超愛吃鹽可頌 它裡面奶油很香 然後外面烤得很焦汁 好好吃喔 土司如何 土司好軟 我們點的是肉桂 跟老闆推薦的 那個亞馬子蔓越莓 雅曼子 它可以這樣子單點那個片的 然後你也可以買一條回家 土司光在樓下看那個外型 就蠻不凡的 而且它的那個口味超多 就喜歡吐司 然後有些精緻澱粉 來這邊一定超新的 口味好像有16種 還是15種啊 超好吃 它的肉桂好剛好喔 不過苦 不過甜 不會過濃 但是我要講一下 它的吐司跟麵包吃起來 都是一個 很舒服媽媽的感覺 不是給你一種 太過油太過精緻 對 對 先吃亞馬 亞馬我覺得你不會喜歡 你不是要練習百貨公司櫃姐笑嗎 這個 亞馬子 味道很特別耶 你有吃過亞馬子嗎 有啊 滿有賣月梅的感覺 好的啦 菇琳上面是什麼 Marywana 就要不然兩次來說 吃肉 吃肉這麼大嗎 我有在吃 吃的啦 等一下 你看我想要聽邀神小姐 小苦味 但是有一個香味 其實它是有香味 等一下 它有一個清潔劑的味道 它剛剛吃進去那個草 有一點荔枝龍顏感 對 好吃 偏濃跟黏的那一種布丁 我覺得他們家的草味 都是好吃 但是是感覺很自家 的味道是很強烈的 瓜瓜剛剛那一片草 也是自家種 那是什麼草啊 小苦味 我們現在敬邀紅茶王子 許子凡先生來為我們 嘗試一下橫接阿嬤的紅茶冰 還不錯喝 十分滿分 八分 有符合古早味的門檻嗎 有啊 有啊 讚 有啊 節目不是這樣做的啦 最會做節目的喔 嗯 你覺得喝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的好喝 然後它有一個蜜香 會覺得很懷舊的味道 就會覺得說 在豐原這個地方 這樣喝這種東西 就是還滿幸福的 覺得說 午後有點小確幸 那你會給幾分呢 我可能可以給到九分多喔 九分 你剛剛 來 你覺得紅茶怎麼樣呢 我比較沒有喝出 你剛剛說的那個蜜感 蜜香 它就那種甜蜜香 蜜香 甜蜜 甜蜜香 就那種甜蜜的香 香氣 喔 接下來來到 方圓的這個地方 你在犀虐 在豐原這個地方 神界宇宙之 最近神界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抬不起勁 現在壓力很大 也沒有辦法說 想出國就出國 讓它 欲欲掛 玩背後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呢 文姐好 好 昨天的資料咧 這邊好 我都已經看你好了 我都已經看你好了 你看一下 我昨天那樣很晚 這個 什麼爛東西啊 重座 請進 啊 你看神界那個 想當神界想瘋啦 豚姐 是有比較進步啦 但還可以再更好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兄弟沒路過 你以前是怎麼對待我的 我現在有怎麼對待你 我已經是受不了了 我要離職 神界不要衝動 現在工作很難找 你臨時可能會找不到工作 情緒不好 想發泄的時候 不如來跟燕麥森林的燕麥棒 爆狀密集度高 咀嚼 咀嚼 咀嚼起來很來勁 把它當成你討厭的人 盡情的咀嚼它 心口味 玄米抹茶 使用入二刀抹茶粉 比利時白巧克力 幫你上班時 也可以神油國外 給你心情一些舒爽 耶 棒狀物也不用怕髒手 不管是在報告時 或是做簡報 邊吃也不怕 哇 真的好好吃 想著討厭的人 還可以把它壓扁捏碎 丟到牛奶裡 辦公室零食櫃都放一盒 隨時想要來點口腔撞擊的感覺 就把它拿出來 我們有任何人吃過零角素 其實沒有耶 就很多人都說 一定要來吃這家 對 這間算是豐原本身 就是很有名的店 因為真的很多朋友也是推薦 滿像地瓜球的味道 只是裡面會有零角那種鬆軟的口感 沒有 真的非常愛零角的人來說 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會把它當成一個麵衣感的 就是炸熱狗的外面 散嘴啦 就是會配一直吃一直吃的路線 我覺得它的零角啊 有零有角嗎 不是 就是我剛吃的這一顆的零角味很重 因為零角一起整鍋起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會被滾得比較暖 我剛吃到的一顆 就是一咬下去之後 就是零角很脆的 剝開來的那種感覺 是還滿好的 我覺得這都是鬆軟的 對 鬆軟的會有點跟芋頭的口感混一起 但我有點難定義它這一顆 到底是甜點還是鹹點 因為其實我 我覺得它是甜點 吃了兩顆之後 我有點吃不出來 它到底是鹹還是甜 好了啦 我都好酸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永芳亭 然後這家呢 算是我在投稿裡面 也是70%的人都說一定要來吃這家 然後就說它的扁食很讚 請問一下你知道扁食跟餛飩的差異嗎 扁食比較小 其實是扁食好像是以客家做法會叫扁食 這個系列只要是扁食混沌 雲吞那些都是皮包肉 我覺得它的粽子讓我覺得很神秘 我覺得很像肉造飯 因為它還有一個雞 對啊 它好像米糕版的肉粽 我還喜歡的耶 它很像瓜仔肉飯 還是有那個路線 好特別喔 但是好吃喔 很像肉吧 糯米飯 然後把它弄在粽子裡 對 對 對 菜子裡 SweetSize 這個肉是一點點脆脆的肉塊 要集結成一個大肉塊 然後它有一點脂肪或軟骨的感覺 所以它不是很紮實肉感的 對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也喜歡 它是誰啊 對 它不是肉粽也不是菜式 它幹嘛把自己尾聲在肉粽裡啊 它的四神它好特別 看不到四神 然後它是藥扇餅 很猛 好喝 它其實它可以點四神小腸 或四神豬腿 欸 可是很神奇 四神豬腿 我還沒講完 好好好 你講完嗎 四神小腸 我們家的徐吧 它的肉粽全吃完 它的扁食裡面的肉質 做得比較像是丸子了 很有一個嚼勁的那種感覺在 沒有沒有 它很像魚腳或燕腳 然後留了一個長髮 對 然後就說我是扁食啊 對對對 所以他們家就是都是一些間諜 就夾中別人 然後以為別人看不出來 不是以為隱姓買魚 橘先生說他剛剛在吃一個這個 再一個肉粽 謝謝 為什麼他要就不用過 因為他都會為自己的選擇做負責 因為你每次都 我要吃炸炸麵 然後吃兩口 你哪一次要吃我 你男朋友最棒 我要回家了 欸 他們的辣 我不吃這個肉粽 欸 他沒有自己吃啊 他有人幫他吃啊 因為王也想吃 因為麵真的沒人要吃 好辣 你那個礦肉豬皮 我都有讓你點啊 好氣喔 而且 就真的只有今天不讓你點 因為 今天點了一個粉了 好 現在是小流失播秀 小流猛瞬秀 這是我第一次喝鳳梨冰 然後那時候 我要來之前我朋友就 資訊說那個 鳳梨冰跟零角酥 必吃 對 好吃的內吃 你很像把鳳梨乾 變成水狀的味道 欸 可是我蠻喜歡的欸 古早味啦 對 古早 可是我小時候其實沒有吃過 夏天喝我覺得蠻消暑的 我今年喝過椅子 對 類似比如說 羊豪冰啊 什麼那個路線 甜的欸 對啊 你講出一樣的話 因為我以為會有 帶很酸的鳳梨感在 但是它其實 就是甜 就是甜的 逆劍的那個路線 它喝起來就是鳳梨冠 對 我們現在在瑞帥炸雞 然後這一家是有一個網友投稿給我說 然後這一家是有一個網友投稿給我說 是他媽媽豐原第一名的鹹酥雞 我們點了雞六條 不是啦 雞塊啦 好 我們點了雞塊 長得很像雞六條的雞塊 而且夾出來好像是吃過的耶 對啊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吃過了 要上一段沒看 不好意思 重來 來 我們來看湖 好好吃喔 我剛跳的時候被石頭罵說 你叫自己啊 我現在就叫跳 好好吃喔 你在跳耶 跳屁耶 現炸完吃下去之後 你的整個身體都會燒起來耶 因為它整個 人中一直在冒汗 對 我想吃魷魚 魷魚好吃 很嫩 好軟喔 它的魷魚外表看起來是蠻活靈活性 萬一 米香 米香有什麼比較ħ色的吃法嗎 放狀物的琴色吃法的潛之都在於說 你要營造出一副 我沒有要ħ色地吃你喔 就會感覺很青 無瑕 如果吃到這樣子在那邊這樣 就會很蠢 好無邪喔 你現在的鼻豬 有汗對不對 很像一個義氣瓶 我覺得它米糖乍看是好吃的喔 它這個 乍看是好吃的 吃下去呢 in fact nothing special 就是來買雞跟魷魚 現在來到了La Porta 然後它是一家在賣義式冰淇淋的店 收到的投稿就是有人說 一定要來吃它的開心果 我很喜歡吃開心果口味的餅 所以我就想說好一定要來吃 然後來了之後 它就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但它好像是市區算有點遠 是說豐原就是地方有所謂的市區 我覺得沒有 自己以前住在台南的某一個區 我不會說我要去市區 北部會自己把一些地方分成是鬧區 然後他們會叫做那些是市區 市區這個詞是由這些天龍人去傳 他們說你們那邊是比較市區 北部人會問南部人說那裡是市區嗎 就是他們很會問那裡是不是市區 我們這要跟你講 因為我一路以來認識很多 比如說外建市的朋友 所以你住哪 他就說什麼什麼 我說那是靠近市區 然後其實大部分人都會一副就是 蛤 什麼樣算市區啊 然後就想說 你也跟你的城市太不熟了吧 今天我問的是你本人 對不起 對不起 好好吃喔檸檬起司 那開心果是近期吃到 開心果是 是本人耶 對啊 後面還會有開心果味 很厚 好吃 開心果超酷 真的很像在吃開心果 真的厲害 吃了真的很開心耶 你會講開心果的英文嗎 Happy果 好 還乖 還會講 什麼什麼 那花生的英文 皮乃 檸檬 我會檸檬 我會檸檬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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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會解竅 我們今天就回家囉 我現在說一下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小林五谷海鮮 我們今天本來想吃的是 義兒食 以及還有另一家豬想吃的 都剛好遇到公休 我們在義兒食外面等到五點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今天剛好是那個 每個月第一個禮拜三 禮拜三休 我們一起吃 好 一 二 三 但是我最近還滿喜歡我們最後 都會用一個桌菜來做一個結尾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很圓滿的行為 它的鵝肉是燙的 對 整個是溫的耶 對啊 好吃耶 而且它也是那種肉滿多 就是有些是架牌也是頭頭 對 因為它叫小林五谷鵝肉 它主導五谷蛋 那我覺得它的溫度真的 剛好 怎麼樣 我們本來 這錄製節目最大意外 這盤涼筍沙拉是王先生點的 我買意外 它有涼筍臉啊 我很愛吃涼筍 但我沒有再愛那麼多的美乃滋 除了台北市的桌菜都便宜又好吃耶 這個腸肉很好吃耶 腸好吃 然後調味也非常剛好 我沒有吃過有牛條的乳根耶 我也沒吃過 但它好鹹喔 對 它是鮮養的 這家的評分高到耶 2000多人然後4.1顆星 我覺得景色也不錯 如果今天我們前面沒有吃那麼多東西 我們會覺得它更讚 所以我們前的狀態已經覺得滿不錯 你也也也到了嗎 沒有很燙 我真的真的也也到了 我有在練習 你用什麼練習啊 男人嗎 如果你媽的朋友問說 上次和謙的節目說 他們在練什麼你知道嗎 和謙都在節目說 他們能放很滅滅的那個 他們都不會嫁滅 他們平常是在家裡都放什麼 都吃什麼 我們還覺得說 這感覺很好吃耶 好吃嗎 他表現出去會覺得 這個好吃的臉喔 好吃 給大家一分鐘估價往下 所以自己心裡估價 然後等一下大家講出自己的心 然後今天數字最高的 莫容的燕麥棒子 燕麥棒子 也歡迎網友們在下面留言 猜猜看我們今天最後這一桌 到底吃了多少 那你三千塊 兩千四 我覺得兩千八 二二五零 我現在要來公佈今天這一整桌 我們總共點了八道菜的總價 總共是 二二三零 恭喜恭喜 還有兩盒喔 好多好棒喔 好啦那今天就是非常開心 來豐原也是吃吃喝喝了一整天 然後是非常感謝在Instagram 有投稿給我的網友們 就是非常感謝你們推薦了我們 你們覺得豐原好吃的東西 真的很讚 再來要感謝的就是我們今天的財神 燕麥森林 他送我們出來吃吃喝喝 如果平常你喜歡爬山 或是在外跑業務容易肚子餓 或是最近夏天到了 東西實在難以下咽 或許就可以在包包裡放一根燕麥棒 像我現在還是有點餓就可以就地吃一根喔 全家六月二十八千 燕麥棒第二件六折 官網任選六件八八八元 新會員首單再折八十八元喔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